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带来的是韩国的金智希九段对着MASTER的一盘棋 金智希的黑棋 这盘棋很有趣啊 金智希是以棋人之道还治棋人之身 他想看看MASTER是怎么样来应对走高位的 所以有试探的成分在里面 加鸡然后下成一个大鞋 这个看过我们之前 MASTER很多棋局的爱好者朋友肯定想到了 MASTER对于这种棋就是只有一个选择一个变化 因为他的这个选择这个理由啊也比较霸道 就是他觉得我记得了实地 同时呢你外头也不厚 这是他的这个选择的下法 之前我们有一盘棋也看到过啊 他也是这样下 但对方这里呢是对方的子 现在是他的子 要比那个情况的要好一些 像是现在这个样子 如果黑棋这个外食不能发挥 那么白棋的目的就达到了 他就是要吸到你不能发挥 但是我呢可以来利用我的残子吗 我可以来慢慢的推进啊 让你这个地方效率挤压你越来越低 实战现在这个棋黑棋呢是跳了 很大这手棋其实也是我们看金石棋从这招棋 到这招棋其实都是在模仿master 因为master的棋我们看就没有这种时候拆回去的 从来都不自拆都是要先扩张 你打入进来我再跟你作战都是这样子的 突先 这我们说了他的目的其实就是这样子 他要不断的来对你这块棋进行一定程度上的骚扰 让你让你难受 就他的目的就达到了 现在这样子了以后呢 这个地方定型可以说是高一段落 现在这个局面其实也比较困惑 现在关于黑棋的下一手该走什么 再他实战是先加了一下 在这一带行棋呢空间比较大 走哪呢 假如我们摆一招啊 比如说我随便连个片 可是问题是这地方还欠着一个漏的头 也不是你的空 这边如果你也说我随便也是连个片 那么你这个子的位置 可能很有可能不如走在高位好 这个脚步太过空虚 这个随时一点可能就活一块 那你刚才我们说这些问题都不考虑了以后 扩张很大当然也不现实啊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嗯 所以他实战走这个也是一招可以想到的 马斯特果然他就是要骚扰你 没办法 他就是让你走这个 他的目的就达到了 让你转着圈去把他这个子吃掉 他就达到了 他并不是要跑 但是你要不吃他他就要跑了 黑棋应该受不了这么屈辱的去吃 这个太难受了 这不太能接受 所以黑棋的下一手棋 与其说是反击 不如说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这个是只此一手吧 没有什么再好的选择了 出击啊 来反击 黑棋呢利用这个争子有力啊 把白棋分段 其实也是一种 就刚才我说无奈的 无奈在哪 就是他没有办法去硬 那么他这样子呢 好歹就是我暂时先撑住 你大概不会去联络 你这两个子还要交代 根据这边战斗的情况 我再看我将来是怎么样定性 因为局部嘛 黑棋也是有眼形的 白棋下的也是比较简单啊 飞 跳出 白棋走的比较平淡 形成了一个混战的局面 混战的局面按照来说 应该是对MASTER是一种考验 因为 如果大家都是你拆二 我拆二 你拆三 我拆三 这个棋呢 MASTER下特别好 他掌握的能力 他掌控全局能力特别强 他下的 每个选点都是非常正确的 但是混战的时候也许就不一定了 这个 说不定 这个 做起站来 反而是他的弱项了 现在我们还不得知 我们来看看 打吃 打吃在这儿 黑棋呢 这棋注意啊 爱好者 朋友们千万不要粘住 这个棋如果 如果你不加思索的就一粘呢 那说明你的棋 还需要有很高的 还有很多提升的空间 首先第一 它是鱼形就要警惕 第二 这时候呢 这个打明显是一个顺调的好手 可以说是一个不能错过的好手 这样顺调 你看我又挤压你这个腥味的子 同时呢 我这带着响 这个棋 你要跟我打 你也特别的重 打吃在这儿 是人类思维当中 惯性的一种好奇的手段 这是借劲嘛 就是好奇 但是换到 AI这里就不一定了 所以他实战的下法呢 就是 说起来也是让人又爱又恨的 这时候AI走什么 就跟你打结 这个在人的这个思维当中 是不太可能会出现的 因为明显 全局没有非常大的劫材 而这个打上来需要下很大的决心 嗯 但是他敢这么下 因为他有很大的 背后他有他的力量在支持 可是我们人可以这么下吗 人不敢 人不能这样下 你像这个觉得这被一提掉 这亏损太大了 但是 AI就是这里亏损太大了吗 其实 你回过头来看看 也还好 实战他就打了 这个就是 我觉得 人跟AI他的差别 也在这种地方 他实际上就找这个结 这个结案倒来说 真的是很小啊 一点都不大呀 被对方把这个都提了 你只是换得了这一档 就是把这两个字给吃掉了嘛 只是吃掉两个字而已啊 对黑棋来说 没有什么特别严重的损伤 可是我们反观 白棋的角 我反观这个角 这个角已经几乎到了 这要走一手 可能就要都死了的地步了 那这个损失 怎么能够成正比呢 这就是 收集到另外一个判断的问题了 那么 下行这样子之后啊 当下一手 白棋小尖了 我们再去看这盘棋啊 再看这个局部的时候 发现 其实白棋把这个吃的收获是巨大的 为什么 别看他只吃两个子 这两个子相当于 这两个子的棋筋嘛 相当于这块棋 跟这块已经完全连通了 连的非常非常的铁 他连铁意味着什么呢 第一 你这三个子 基本上人家一走 你这就是负担 是人家攻击的目标 这三个子你需要处理 这个一定是 就相当于是小本本上 这账是记着的 这个处理 然后 这一二三四五个子 当这个头如果被我贴住 这五个子也是负担啊 这五个子也需要处理啊 那现在这个问题就很多了 这黑棋 获得的 就是黑棋打赢 打赢这个结了 黑棋获得了什么东西 黑棋获得的是 从照盘回去这点木 那这个太微 就微乎其微的 这个可以忽略不计 这点木 中间这提到两个 这也如果说发挥不出来 也没什么价值 对这个脚上有威胁 问题 现在这个脚人家已经处理好了 一肩这个脚 基本上活应该是没问题了 那我们这个时候突然发现 好像和我们原先预计的 不是太一样 所以这个也就是 为什么说这个AI 它的 它的棋呢 是越下越简明 就像刚才这个局面 本来是很复杂的 对吧 一靠一长 这个涉及到跟这个脚作战 涉及到跟这块作战 涉及到这边 跟这边的作战 都涉及了 可是 当它这个打结 清清楚楚的一打完 结下完 其实就几手棋之间 我们可以看到这棋好像 拨开了这个迷雾 一下子豁然开朗了 这棋形式 一目了然了 嗯 现在就这样子 白棋 将这个之后 黑棋处理自己 可以走这个 很显然是处理自己这三个字啊 贴 贴这个太狠了 刚才我们就说 黑白棋有这个点 和上边两个 其实白棋可以走到一个嘛 像现在贴这个 你如果不硬 就在这一打吃 刚才你所谓的这个 呃 削掉它的地方 你现在还还敢沾吗 沾住这个棋形 大家看一下 就在背一打 这已经 可以说 无言见江东复老了 这不行啊 所以这一贴的时候 还得硬 当白棋这招 在一飞过来的时候 可以说黑棋已经 很难抵挡白棋 这种凌厉的攻势了 这个攻势 我们就看嘛 你这五个子 你当然可以弃掉 但是弃掉也很大 再走一会儿 这个冲断也是摆在面前的问题 就是黑棋现在自己全部都变薄了 全部都变薄的原因 就是因为白棋变厚了 白棋把这个棋筋一吃就变厚了 这个 在我们下棋的时候 很难去做到 在当前局面下就判断到后面 而我们看到更多的是 当前局面 我把这个节打输以后 眼见的损失 看得到 但未来的 看不到 所以这也是 AI它强大 之所以我们都很推崇的一个原因 走了这个之后呢 现在呢 它也开始逃跑 但这个棋其实已经非常难了 现在这个局面 白棋就是牢牢的把你吃掉 其实它吃了多少呢 也没多少 二十来木棋 可是有一个问题啊 你从哪能得到这二十来木棋呢 白棋牢牢的把这个棋 都给你吃 吃得非常的铁 黑棋这个地方还涉及到要有冲断 那所以它又搬了一个 白棋再回过头来 你看它这个 不慌不忙 把这个地方再一立 这个角又活了 这一串 差到现在 我们看一下现在这个局面 中央就全死了 然后呢 白棋这个角也活了 黑棋得到就是提了提了提了 除此之外 再没有什么收获了啊 这都是非常小的地方 跟这个地方比起来都微不足道 整体现在的形式已经变得一目了然了 可以这么说 如果你这边 承不起来特别大的东西 这棋就输了 就肯定是没有机会了 实际呢 它是先在这个角上 动了动脑筋 点 但其实没有起 这里 而这块所谓想要成空的地方呢 因为太空虚 就太空旷了 总归是成不了多大的 冲断 好起 你自身还有问题 你也得补 它这儿先打一下 这再一瓦粘 白棋下的是非常非常的简明的 小尖 先手 必须要粘住 再一大飞 好 最后这个地方呢 也让白棋把这儿给定型完了 现在这个黑棋去违控 但是没有用 这脚上 对方一走 这就是活棋 所以当白棋把这个脚再一活了的时候啊 这个黑棋也就 没有什么好在挣扎的地方了 这棋就非常的困难 因为 时空不足 这个地方被惊吞的 实在是 实在是太大了 这个 这个损失可能说是一个难以估量的损失了 所以后来呢 虽然说也下了不少啊 但是 总归呢 是没有什么太大 太明显的机会了 最后呢 也是白棋中盘获胜了 嗯 总的来说 这盘棋 白棋吃掉梁子 应该是获胜的关键 嗯 好的 这盘棋就为您介绍到这里 这盘棋来为您带来的呢 是中国棋手杨顶欣 对这 马斯特的 啊 杨顶欣呢 是白棋 当然杨顶欣也是一位 非常有实力的一位 九五后的年轻棋手 马斯特继续啊 下出自己最喜欢的大肥手角 从这样之后 白棋是走这边了 没有在上边继续行棋 黑棋断 其实布局的这些理论呢 应该说 万变不离其宗啊 我们讲很多时候都是 变来变去 有些时候是套路 有的时候没有套路的时候 比如说现在这个局面啊 也是有一些根据的 就比如说这是大肥手角 所以我走这个就会比你是小肥手角要大 这个大家要知道 如果是小肥手角 那我可能会是碰 大肥手角我就不碰了 我也可能单拆 因为脚上有棋 就很多时候的 它这种变化什么的 都是有理论依据的 并不是说 我今天心情 有什么样子的变化 我就选了一个什么变化 也不是的 现在怎么这样呢 我们看 其实感觉上白棋还是不错啊 白棋 非常的开阔 黑棋呢 就只是侧重于上边 黑棋的整个 所有的子都放在了上边 接下来黑棋挂 再挂 肯定希望形成 如果你走这个 我就一走 希望形成这样的定型 白棋是仙小肩 白棋这个是很明显的一个思路 如果你长 我就从这来加计 就算了 双飞燕 双飞燕 靠 如果普通靠长呢 是这个双飞燕最最常用的定型 实战呢 它是选择了一个比较少用的 靠了之后啊 双靠之后一跳 想必有些爱好者应该也见过这样的下法 这个 说实在的有点像让子棋的下法 一般这个正常的定型里面 很少会下出这样的棋型 黑棋呢 就吃 蜡吃 所以大家也可以正好学习一下 正确的下法怎么样 应对 这些要打 注意这个时候不要沾 沾一个的话呢 人家就虎一个 补一个它再也补 这黑棋明显亏了 你只吃一个子 棋型很凝重 没有根据地啊 对方把这个脚全都占到了 这肯定是白棋便宜 所以正确下法是要打吃这个的 它提 你就沾上 希望下成什么样呢 希望下让它走这个 OK 我再提 你沾上 我再尝 这个要点被我走到 这样呢 你的脚步并没有完全安定啊 这是黑棋的如意变化 当然实际上也没有发生 提一下粘住之后呢 白棋是断的 对 长 先手 挡住 这个看起来呢 白棋也没有起啊 因为你争子不利 你拐完打吃 它可以从后边把你争死 实际呢 它在是这个时候 黑棋是选择从上面来走 那就是说呢 局部白棋提一下之后 可以把黑棋吃掉 但是并不满意啊 这个棋 人家提这么厚 也不愿意 但是白棋的目的在哪 这时候我们看到 它的真正意图 它的真正意图 是要打这个结 白棋的这个选择呢 我觉得也是人之常情 看到这地方有结 就要想造结材 把这个结给它打 回去 最好给它打成这样 那这个便宜可是占大了 实战啊 提结 白棋提 这个是非常好理解的 你现在基本上要打吃我 那我一提 放眼全局 黑棋没有白棋的结材 只能粘住 那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白棋就太如愿了 所以实战也是产生了一个 很激烈的变化 这地方突然之间就转换了 黑棋呢 把白棋提掉了 提掉黑棋 那边收获巨大 白棋把这个护起来 这可以说是一个 两个人都是在 很夺眼球的这么一个变化 这边轰轰 提两下 这边把这个提了之后 护出来 这个也特别的铁 感觉上黑棋这边啊 似乎支离破碎的感觉 就是这全都成了蚕子 废子了呀 算边这个黑棋是提了不少 可是 仅仅是木树的一些优势 谈不上其他的 就是 心情上觉得好像也没有很便宜的样子 但是我们来看这个黑棋 就是之所以 马斯特神奇就在于这种地方 他总是能够画腐朽为神奇 这个让人太佩服他了 我们来看实战 像这样之后 他不是把这个退出来的 这个就太重 他是要弃子的 那你说弃子 我还没看出来 你什么意思 我就给你 都让你按照你想来的走 把你都吃掉 这个白棋走的也是一种契合嘛 我也不知道你在走什么呀 我把你都吃了 你想干什么呢 现在他的意图出来了 实在是太不好对付了 这个是就是刚才说的 画腐朽为神奇 就从这个地方点三三进来了 这个地方一点三三就讨厌了啊 要注意白棋不能挡这个 如果挡的话我一拐 局部呢你是一团 好像说我这活不了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 我这尝试决先 尝完之后 贴住也是决先 那我不走啊 我就把这一拐 这杀器 不用说杀器 你就把这器全部收住 那你就亏了呀 所以白棋如果挡在这儿 就如黑棋所愿了 黑棋可以上面打一下 这边有收器 白棋就不满意 那不能走这个 走哪个呢 挡住 算了挡住这个 黑棋又从这边来了 这个棋实在是 太让人眼花缭乱了 我觉得如果 这也就是master 感觉上对上别人 应该 不知道该怎么样应对啊 这期 现在master走这个 这期也是很为难 你不能让他活 你如果让给他活了的话 他这一串气子就都成功了 只能是他走哪个 你都要吃他 但现在吃他呢 又非常勉强 又非常的勉强 勉强在哪 他刚才没有把这一下打掉 这一下呢 是一个可以说 不动动神经就会 很随手就走掉的一招 他没走 没走意味着什么呢 他随时再要来这个 他这地方有一点 这个在对局当中啊 被对方下出这样的棋 基本上都是心情非常崩溃的 所以 如果爱好者朋友 看到这样子的白棋 觉得白棋挺好的 那这个感觉是大错特错的 这个时候绝对不能说 我把这几个吃了 你看他现在搬我一段啊 大头鬼 他不行 我挺高兴 绝对不是这样子 而是这地方吃掉 他自己反而万分的痛苦 这留一个这个隐患在这 这太难受了 这要被一点的时候 而同时呢 这本来就都是你的空 现在这个空呢 你不但缩水了 对吧 我这实战一样 我还能出去 这白棋感觉在这一个局部啊 被黑棋是 就像那个打羽毛球啊 左边一下 右边一下 被人家调动了 这完全没有了自己的节奏 这太惨了 现在背一走呢 还有得补一个 没办法 又回头补了一个 补这个呢 就很显然 这边呢 轮到黑棋 黑棋如果一贴 这边是一个碾压式的 就是他这块连下两步 对你这个子的损伤是很大的 实战呢 黑棋先搬 下的思绪也是很妙 你如果退 他就不要嘛 他就把这都压掉 你再退 他再把这一走 就放眼全局 白棋的仔都在这边了 白棋全部吃的仔 包括牧鼠 全都在这边 但是形势不利啊 不行 所以实战呢 他又不肯 哎呀 这个棋要走这个 那这棋就完全 这再被打 我们看 刚才说这边 黑棋全是残子 就是七七八八都 感觉是负担啊 逃出来很重 这一转眼 黑棋把这个打 你这根本就粘不住 你不能粘 可以说 白棋在这一袋 失去了下一手 黑棋变得很厚 就这贴了一个 这个贴还没什么太大作用 所以这一下呢 等于是棋局啊 已经形势已非了 到现在 嗯 接下来呢 他逼这个 三道又在上面呢 开始打入了 黑棋都没有补自己 黑棋下的也挺狠的 黑棋点 他希望你挡 我再一盖住啊 间接的 又补自己的脚 又对你这个字产生威胁 还对你这块棋 也施加压力 嗯 适可辱 可以就是什么呢 就是不能再苟且了 不能再底下走了啊 只能这样 适可杀不可辱啊 这还是要得拼了 所以最后这个地方等于是白棋的最后一拨了 跳 在这个地方呢 想要下得 积极一点 局部呢 是白棋把黑棋吃了啊 黑棋的气杀不过白的 黑白棋就这样立 气就长 但是 就还又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 这个AI 他总是 他就是气掉 他也是最简明的下法 虽然说你把他的脚上吃了 这三个子呢 是死了 但是你这边也 刚才的一个拆儿 也彻底的就是 土拨马姐就全死了 这边 然后他现在一贴 现在的形式可以说 已经不能用好一点来形容了 这个好的可能是 就让白棋难以承受了 所以这块又特别大 因为特别厚嘛 形式又很大 他现在掉这个 对方不硬他 飞 跳 贴 团住 现在白棋这个下法呢 应该说对黑棋完全 不痛不痒 你看黑棋在这通过你 不是掉这个吗 我通过这走了一手机之后 我这边的木树其实也增长了 我同样还是把你这个吃劲 跑不出来 现在这个局面已经 难于是 再往下下 就是一种安乐死的状态了 所以实战呢 他又拆儿拼一把 但是也 说实在的 这棋现在真的是很难了 跳 黑棋在把这个跳出来 引语约约我这个地方也要跑 我这个子明显对你这边都是有关系的 所以这个对于进攻来说 马斯特下的还是非常漂亮 防守 我们看 其实黑棋也没有下什么很严厉的手段 你想要怎么样去麻眼 他都给你的 他把自己走后 全把自己走后 走后了这棋就 不会出现什么特别大的失误 他就够了 这个木树 一趴 现在白棋呢 可能需要再走一手 可以做活 这块棋就活了 但这里呢 黑棋有粘 白棋大概跳一个 可以把这个空呢 保证在从这边啊 一直到这边呢 都是空 这边的地方的定型呢 基本上 黑棋比如说跳一个 白棋吃一个 将来 黑棋踢 白棋做个活 差不多 大差不离 但是呢 像我们一数木树 这棋啊 实控已经输很多了 这个差距 过于巨大了 所以当黑棋贴的时候呢 这个白方啊 就头子认负了 这个心情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因为 面对一个冰冷的机器 它压根不会犯错的时候 你是 就你的内心的那个小火苗 是一点一点一点被浇灭的 就你原来觉得 可能我还有希望 再过一会儿 彻底绝望 这个是 我觉得跟人类 棋手下棋 可能不会这样 因为 人类棋手有的时候 很难把自己的情绪啊 控制的像机器 那么好 机器它本来就没情绪 它也不是在下围棋 它只是在用一个数据 在跟你 就相当于是一个算法 在跟你玩 所以 人有的时候 犯的一些错误 其实就是 人性的一些东西 这盘棋呢 我们看 黑棋真的是 就像我刚才说的 就像打羽毛球一样 这个东一下 西一下 把对方吊着 满场跑 太惨了 这个白棋 也从这个 班开始 当然这边的打结呢 我们先展示不论好坏 但从班开始 就进入到了 这个Master的 这个表演当中了 这一系列啊 都是让人 有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 下得非常的漂亮 这一串 到最后啊 黑中盘获胜 这盘就到这里 再见